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20年的好声音首播收视率就颇二了 达到了2.476%的好成绩 随后不输的几期美机的收视率也成为了冠军 无疑在2020好声音仍然是音乐节目中的选秀节目之一了 好了 对于2020年中国好声音的评价就到这里 下面我就来预测一下 谁会成为2020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呢 众所周知 历届中国好声音的冠军 如贝贝亚里安娜周星才让斯丹曼醋 而斯丹曼醋呢还拿了亚军呢 从这点来说呀 理性战队的单一纯最有可能会夺冠 单一纯作为年龄最小的一名学员 在他身上有着冠军具备的潜质 高颜值 在这一届学员当中 单一纯的颜值应该算是顶流的 高唱功 单一纯是那种辨识度极高的学员 张口就能够抓住听众的内心 而作为好声音的舞台这一点太重要了 能够唱出自己的风格 让人从声音就能够听出来是谁唱的 高人气 单一纯的人气从他出场就奠定了 开口就带着光环 而且呢 节目播出以来从来都没有黑粉 这种冠军的潜质不是谁都能够具备的 而单一纯也是得到了网友赞叹最多的一位学员 尤其是在李健的战队之下 有了李健的指导 相信单一纯夺2020中国好声音的概率较大 不过试试难料呀 本来这些好声音人才集体嘛 既然是比赛之后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呀 仅在谢霆锋寨队就会有两名学员让人不可小觑了 一个是曹阳 对于曹阳网友往往认为他是关系虎出身 其实呢 曹阳的实力是被大家忽视了 一方面曹阳的颜值 在本期好声音男选手当中应该是佼佼者 他当然要有一种酷似韩剧男主角的感觉 这一点让他积累了不少的人气 而曹阳的实力呢才是他的一大杀招啊 对曹阳谢霆锋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在一次比赛当中 曹阳他的歌中有一个转音要升两个调 对于许多歌手来说是个挑战 而曹阳轻轻松松的就能够完成 这一点呢 谢霆锋非常的清楚 而谢霆锋在选择学员的时候呢 虽然也看关系 但是更看重的是实力 则曹阳的发挥在他身上也出现了冠军的潜质 另一位学员 傅信尧的人气 竟然提升的非常之快 慢慢的与声音车有了可评之处 而傅信尧的歌声辨识度也非常的明显 空灵纯净 天啊不密 这是网友喜欢他的一个原因 如果在后面的几场发挥出色的话 夺取冠军也不是不可能的 李宇春战队的分红实力也是一个热门啊 虽然他在比赛的时候有过败截 但是出现特殊情况也未尝可知 李宇春战队的帮马分离的实力在于他的原创 而原创外也是本届好声音的特色 但作为一个约队成为冠军 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啊 如果从前八季的冠军分析的话 那么本届的冠军将花落谁家呢 2012年第一季冠军是梁博 导师是纳英 梁博在毛雪的时候就凭借着正军的歌曲 长安长安获得了纳英的转身 随后在纳英的培养之下 一路获取了好声音的殊荣 2013年第二季的冠军是李琪 导师是张慧妹 李琪的歌声中饱含着浓郁的抒情色彩 将让他唱歌的时候诚可的姿态 让他在随后的比赛当中一路高歌 猛进最终争夺了好声音的佳冠 2014年第三季的冠军是张碧晨 导师是纳英 张碧晨有着练习生的经历 而在唱歌的时候动情是他的特色 正是接触这两点 让他夺取到了2014年的好声音的冠军 2015年第四季的冠军是 张磊导师是纳英 张磊的特色是民谣 纳英评价他扛起了中国民谣的大旗 而张磊的音色也是特别的明显 有一种沧桑的感觉 听他的歌曲有一种 历经了岁月牧力之后 和灵魂在交流的感觉 2016年第五季的冠军是 蒋敦豪导师是汪峰 在这一季好声音改为了中国新歌声 蒋敦豪有着一根能够讲故事的好嗓子 立于新疆音乐学院 少年感十足 而他至今仍然是各大音乐APP评论区的常客 2017年第六季的冠军是扎西平措 导师是刘欢 扎西平措是一位藏族歌手 有着一副嘹亮的动人的嗓音 在参赛之初 就被视为是独冠的热门人选 最终得的冠军 2018年第七季的冠军是 但曾尼玛 导师是李健 但曾尼玛 这一副大音乐是一副天类般的好嗓子 他虽然没有专业的学过音乐 但是他却擅长民族的唱法 而听他的歌曲 有一种沐浴着春风的感觉 这种感觉帮助他走向了好声音的顶峰 2019年第八季的冠军是 行韩明 导师是李永浩 行韩明的嗓音有着火星女孩的称谓 听他的歌曲能够轻柔的歌声当中 让我们信用到情侣伤感的离别之情当中 这种特色也俘获了网友的心 让他走上了好声音的冠军之路 通过上述八位好声音冠军的分析 他们的特点就是有着一副与众不同的套嗓子 张口就能够打动人的内心 而在今年的学院当中 单一纯的嗓子和他们有得一拼 从评委的来源来看 大部分都是媒体人 都具备了对于好声音的判断标准 对于掌控当前的网友喜好度 应该是十分的精准的 而从导师的方面来看 四位导师对于单一纯都有个表态 对他的声音和实力也是认可的 从这个方面来看 单一纯如果没有他的变故的话 应该是2020好声音冠军的获得者 你怎么看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